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好意思我感冒 所以请大家就是活跃一点 用洪亮的声音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接下来美股市场呢 是不是要向下开始调整 那请老师们举牌 这个在我身边的都是no 所以这老师没得选 因为毕竟你也是我们的多头王 我们看长的就看你 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市场啊 如果按照这个五浪来分析的话呢 目前呢还是处在于第五浪的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 只不过这个第五浪的话呢 会不会出现一种延伸的一种状态 如果延伸的话呢 在日后的行情当中 还会以一个慢流的一个节奏呢 缓慢的向上去推进的 但是呢从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运行节奏上来看的话呢 可以说按照我们以往经验市场没有没有滞涨不跌的啊 肯定要有一轮这个调整 但是什么时候出现呢 从目前的市场呃来看的话呢 这个空头信号还没有给出啊 所以说呢我们就继续的按照我们这个多头的这种操作方式 逢低介入啊 继续向上去看就好了 多介入一些这个右侧股 因为呢从毕竟今年的呃 这个开局来看还是令人满意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有一些个股啊 一些板块啊 我认为呢 仍然还是处在于一个筑底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板块之间呢 还有一个轮动性啊 所以说呢 我觉得后面呢 还是有行情的 所以说我仍然是认为呢 在没有给出呃 这个空头信号的时候呢 我们就继续的向上去操作就好了 是 那刚刚志老师有提到 有一些个股和板块可以操作 是不是在1月21号 我们当天 Warren老师的投资策略晚宴上 会跟大家揭晓的 呃 是的 那在 在那天晚上呢 我会把我这个所关注的一些板块 和一些个股啊 跟大家呢 在场的呃各位啊 进行一个一个分享 做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分析 是这样的 是 那当天呢 大家若来参加 还可以听到 Jason老师跟Bren老师 当天推荐的个股 所有名单 是不是也都会有揭露 来用Jason老师讲一下 接下来是向下调整的操作 还有1月21号 跟大家会分享什么 好的好的 呃 现在的市场的话呢 呃 已经进入了一个 高位横向震荡的一个动作 这个呃 观点的话呢 在我们呃 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就已经给我们的VIP会员 这个信号了 就说高位震荡啊 高位震荡 那么现在呢 就看啊 最近的这几个交易日 是不是还能够沿着某条均线的震荡走高 呃 就像Jason老师说的 这个慢牛的向上的呃 慢涨的一个过程啊 呃 如果不能够啊 这个创新高呃 调动市场的这种呃 多头的积极性的话呢 呃 可能要进入一个调整的阶段 呃 另外呢 还是那句话 从这个Jason老师说的波浪理论的第五浪的交易 表度上来说呢 时间上可能呃 总体上还早一点 还早一点 但是呢呃 这一轮的上涨啊 还是需要呃进行一个修复的 至于是横向修复 还是说呃 回落式的修复呢 呃 得看市场的实际的一个选择 是 是 那接下来我们Bren老师 也是向下调整 对 这次我选择我比较坚决 就是直接就写了yes 这个我已经看空有一段时间了 那我这次我们不说呃 几天几个交易日下周 因为我们的节目一周一播嘛 上周我们也讲过一些呃 一个人的看法 那市场 刚才志老师说过 没有直涨不跌的市场 这个市场呃 就是近期一定会调整 就在近期 那调整之后呃 整体的策略 我是站在J老师这边的 我是要看涨的 整体上是看涨的 但是近期一定要先回落 特别是我们看到 今天纳斯达克指数呃 向上继续再创下的历史的新高 它是形成了一个跳红的缺口 那这个缺口 相信下个日子就会被填补 近期之内市场就会 我们就会迎来一个呃 比较强的一个回调 那最近的市场就是跌了 跨涨上去 涨上去再迅速拉下来 在这个来回的震荡 给大家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维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 当真正的呃 一个调整要到来 或者说调整结束 再次上工的时候 我们要迅速转变着自己的思维 不要老停留在原来的那个 固有的思维上 这样会很影响我们的操作 套牢都是这样发生的 哦是 那Brenn老师当天会跟大家 推荐哪些金股 哦对 呃 大家都知道我是喜欢做蓝筹股票的 那蓝筹股票 种类多多 我们都可以选 但是就是入场时机的问题 那蓝筹股这么多 我不需要跟大家介绍 我想在当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呃 我们不说要买在山底 至少要买在山腰 一定不可以买在山顶上面 是 呃 我可以跟大家推荐 什么样的点位 是一个好的入场点 那入场之后 持有多久 怎么持有 这个是我们1月21号的 跟大家分享 是 那跟大家提到 我们1月21号 就是刚刚讲的 Warrenn老师的投资策略 金股推荐晚宴 在洛杉矶的深盖博会登场 那大家当天呢 也可以在线上直播 收看 那也可以来到现场 和我们的老师互动 其实这场晚宴呢 就连我自己 都很想知道 老师们要推荐什么股票 因为私下问 没有人要告诉我 所以我也要去现场来听 可见就是一次 非常非常难得的晚宴 我已经准备好笔记 当天要把老师们介绍 总共他们会介绍 大概15只股票 我都会要记下来 我也要跟着来买进 毕竟就是老师们 研究了将近一年 对于2017市场的一个判断 和他们布局的一个方向 非常非常值得 投资人来参与 那我们如果有些朋友 想要问更详细的问题呢 也可以从微信 或拨打我们的电话 来和我们的客服代表 来询问 当天1月21号 千万不要错过 投资策略晚宴 以上就是今天非常精彩的 美股擂台赛 2017新年新气象 川普新政如何赚钱 中文投资网股票代号CIIX 创始人汪仁王已经找到机会 他将推荐一只超级大牛股 投资一万帮你赚回五万 汪仁王稳赚不赔 金股推荐投资策略晚宴 分析师团队四人 两小时行情解析 1月21号周六晚上五点 登场同步直播收看 名额有限 立即拨打1800958 8561 或在中文投资网微信官网报名 这是您2017投资赚钱 最好的机会 欢迎回来美洲华尔街 亚洲单元大麻秀 本周要告诉大家 大麻在资本市场的所有动态 还有相关的消息 我是主持人Naniel 在我旁边的是分析师Will老师 主持人你好 是那请Will老师先帮我们分析一下 本周大麻在资本市场 是不是持续有它的一月上涨行情呢 对 但是这回的一月上涨行情 由于是今年比较特殊 是政府换届年 因此在政策不明的情况下 市场显得是非常的谨慎 因此整个板块的向上 虽然是处在了向上运动的区间里面 但是目前的向上运动这个范围 也是很小 目前可以说是 只是勉强这个指数 占到了80点的这个上方 大概只有82点左右的 占个位置 所以说涨幅其实是非常的有限 而且在这个大麻板块内部 就是说公司的激烈的运动的程度 也相较于之前有了一个很大的回落 尤其是相较于11月份 整个总统大选的时候 那个整个涨势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衰退 也可以理解为 有投资人在这一块进行折幅待机 我们中间有一些股票 像之前提到的MGNA和GWP 也是这样的股票 他们的振幅和涨幅 都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收窄阶段 那么之后是不是说 还有一个爆发的机会突然出现 那么我们还要看消息面的一个影响 是 所以现在消息面最重要就是 大家大家看 特朗普上台之后呢 会对大麻整个政策 那如何去影响大麻的板块的变动 所以或许这些1月的行情会延续到2月也说不定 那我们今天呢 要为大家带来非常独家的专访 就是延续上周我们给大家的 是CVSI CFO Joseph Doolin 他的专访的下集 上礼拜他已经跟大家预告 他们CVSI从制作CBD油的一个 非常著名的一间公司 他们现在转型为 要做了大麻的戒烟口香糖 因为CBD的功效比尼古丁更厉害 本周我们为大家解析 为什么CBD的功效会比尼古丁更厉害呢 在CVSI的研究报告中 尼古丁不能完全抑制烟影 那为何大麻CBD能来戒烟 报告显示 戒烟两大成分 抗忧郁药物MAO抑制剂 CBD的功效是尼古丁的10倍 而延长烟影需求的半衰期 尼古丁可以维持一小时 CBD竟然能维持24小时 一旦经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认可 这是惊人的突破 这是惊人的突破 而且还要扩张到国际市场 中国三亿吸烟人口 也成为CBSI接银口香糖的目标市场 CBD由从著名的保健食品 到治疗跌弦症 再到戒烟 前景和爆发力 都让投资人充满想象空间 好的 所以大麻CBD在未来的一个医疗板块的市场 大家看到前几根爆发力 所以是非常的寄予厚望 那其实Will老师 CBSI它是一间市值大概1700万美金 算是在大麻板块里 中小型的公司 但它是不是一直都相当受到市场的关注 是的 因为我们要提到 CBSI这个公司 它的研发跟生产实际上是分离的 在美国圣地亚哥市 它是集中了公司的研发和销售部门 有三位博士领先 它的CBD的研发团队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 具有实力和研发精神的这样一个团队 也会不停地去尝试新的CBD的产品 因此整个公司从基本面上来讲 具有很好的一个成长潜力 同时我们从股价图上来看的话 最近的横盘 也像我之前讲到的大麻股板块一样 属于一个折服待机的状态 如果一旦有新的消息爆出来的话 我相信它还会有一个向上的机会 好像我们的主持人去专访的时候 应该也得到了这样一个新的消息吧 是 其实他们这次在专访提到的这款戒烟口香糖 就是他们正在研发中的产品 那还没有正式的对外披露 所以我们等于是领先独家的抢先来 报道他们未来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甚至他们有意想要将这款戒烟口香糖 未来要近居中国的一个市场 那这个都是我们现在的大麻股分析专家 Will老师 未来会为大家持续来关注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非常精彩的 美洲华尔街还有我们的大麻秀 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美洲华尔街 我们再会 下周五也就是1月20号 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将入主白宫 新政府领导下的一切就将拉开帷幕 同样下周也将有很多经济数据 为他所宣称要打造的经济新纪元定下基调 首先是周三早上8点半公布的 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以及核心CPI数据 以及9.15公布的12月工业产出数据 CPI是衡量通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而通胀水平又是美联储加息节奏的关注重点 11月数据中CPI出现不错的增长势头 这也是让美联储下定决心加息的原因之一 另外周四早上8点半 我们需要关注到两个房地产市场数据 分别为12月的建筑许可数和新屋开工数 美国房地产市场仍然处于缓慢的恢复中 11月发布时两个数据都不如人意 国际市场方面 下周也是非常的热闹 最重要的经济事件是周二到周五 即将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 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各国领导人和企业高管以及创始人都将出席 讨论今年经济发展的方向 另外周二和周三凌晨 英国将分别公布12月CPI以及12月失业率 另外欧洲央行将会在周四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 德拉基也将举行记者发布会 周四晚中国还将公布第四季度的GDP总值 财报季已经全面开启 下周不少财报都需要紧密关注 包括本次财报季中最重要的银行股 周二盘前公布的摩根士丹利 周三盘前公布的花旗和高盛 另外还有一直在财报市场带来大行情的Netflix 也将在周三盘后公布最新的财报